张良定计框相伯呀 相伯和张良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吗 那干嘛还框他呀 到这街边不框不行啊 这就各被其补啊 刘邦和张良就把这相伯给架个中军大仗来 这相伯糊里糊涂就跟进来了 他们答应相伯呀 只喝三杯酒 喝完就走 当两杯入肚之后 这第三杯说什么也不给到了 张良有张良的想法 倒酒行 你必须得把来意当着我家佩公说清楚 哎呀老哥哥您喝的太急了 已经一连两杯了 你看我和佩公这还没喝呢 这也不礼貌啊 那陪酒哪能这么陪呢 来来来佩公 我给您买一杯 好好 刘邦这手指哆嗦 他不是现在才哆嗦 早就开始哆嗦了 相伯在张良的仗中 说明来意之后 刘邦那时候不是在仗外正偷听的吗 他差点坐在地上 一进张良大仗和相伯打招呼的时候 别人没戏端性的 刘邦脸都热了 现在这么长时间他还没缓过味来 我的天 刘邦心想 如果相伯要把人马发到坝上围了我的大营 我就全军禁末了 我怎么能敌敌得了相伯呢 这可怎么办呢 现在这风场作戏几乎都做不下去了 张良 一阵冲着实眼色 那意思配工您稳当点啊 你看 你哪能这么紧张 这一会儿不让相伯看漏了吗 张良挺坦然 陪着刘邦啊 喝了一杯 然后自己又到上了 还是没给这相伯满酒 相伯这么一瞧 其实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喝三杯吗 怎么喝了两杯 就把我晾在这儿了 所以说我走不走啊 我说走还没喝够书呢 我说不走 那你咋给我倒酒啊 我哪有工夫在这儿紧耽搁搁呀 哎老哥哥 哎呀你 您这次来 究竟是为什么呀 嗨 相伯这有点急了 他冲着张良瞪着两个眼睛 听说兄弟 哎你这不是背我吗 方才在你帐中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这话你让我当着配工怎么说呢 张良微然一笑 哦 您大概觉得有些耐口吧 这没什么呀 鲁公为人我知道 名人不做暗示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另外我家配工和鲁公相语 结为金兰之好 哎 亲如手足兄弟 有什么刻隐瞒的 您把方才在我将中跟我说的那番话 您再跟我家主公说说 将国也来了 我 你想一讲两 非逼着我说出来 对 说就说 名人不做暗示 干脆告诉你 我家鲁公啊 要杀你 哦 刘邦听着这点酒杯差点发了手 他急忙把杯放下 想不到将军 这因为什么呀 啊 鲁公 要降罪于我呀 哎呀呀 佩公 你这可真是有点明知故问了 公有三罪 尽人皆知 你干嘛 还瞒着我相伯呀 哎呀 老将军 我刘邦 有哪三条罪呢 好 我跟你说说 第一 紫英在你马前纳下 你应该把他杀了 你不杀秦三士 反倒放弃回府 罪一也 你思改秦法 又发表了什么约法三章 罪之二也 派重兵 把守韩谷官 至诸侯进官 问秦国之罪 罪之三也 鲁公因为你有这三罪在身 所以 他要杀你 刘邦听到这儿 无言以对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见刘邦 眨巴了眨巴眼睛 巴搭巴搭的 眼泪掉下来 他哭了 你看 这刘邦真有绝活呀 也难怪 您没看那三国演义 那刘备动不动就哭吗 感情啊 这是因子遗传 把刘邦这传下去的 这刘邦一哭 哭得还挺伤心 想活一下 哈佩公 你有理想你 你哭什么呀 张良一看 我得说话了 我再不说话 就要把我们这位佩公 给难为死了 看来他没词了 人家指他这三条罪啊 他是哪条都有 张良想到这儿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呀 冤枉死人了 啊 向伯瞅了 瞅张良 子房 你替谁呼冤 我替我家佩公喊冤 他冤吗 当然 是冤臣海底呀 都冤出大天来了 怎么回事呢 你看 我给您说说 不错 三世子营确实在我家佩公马前归降 为什么我家佩公没有杀他呢 是不知道杀了他对 还是杀了他不对 为什么放他回府呢 是暂且把他丘禁起来 知道他那生双赤也难以逃走 先把他软禁到一个地方 等鲁公来了之后 那么向鲁公说明这个事 请鲁公啊 来处置 这能称得起是罪吗 第二 不错 我家佩公氏改了秦法 约法三章 那是为乳公养德呀 啊 相伯更糊涂了 怎么见得 刘邦做的事 是替项羽养德呢 你看 您细细详详啊 知道的诸 说怀王下旨啊 让项羽 鲁公和佩公 刘邦 兵分两路 各走东西 至两路元帅 一起发亲 那么呢 我家佩公 先到了关中一步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我家佩公啊 是鲁公 项羽将军的 马权先锋关 那么我家佩公 做了这么个好事 为什么发亲 不是就是为解救天下老百姓 老百姓太苦了 这秦法太苛刻了 几个人不许在一块说几句话 超过三个人 就抓起来砍头 无缘无故就抓人什么填海啊 修城啊 修岭啊 等等的吧 分书坑儒 这次废了秦法 就等于砸碎了百姓监生的枷锁呀 约法三章 正是为鲁公养德 儒邦是他的马权先锋关 先锋关都能这么做 鲁公这为人不更好吗 这不正是 为给鲁公创造好名声 哪来的罪 这是公吗 不错 我家佩公确实派兵将 把住了韩国关 那不能不把住啊 那是秦国重要关爱 而且呢 这个秦国残余势力还很强 到处还有他不少的人马兵将 哪能不派兵守关呢 当鲁公到了韩国关的时候 我们不是立刻就把韩国关 会双手奉献在鲁公的面前请他进关了吗 我记得我家佩公还写出一封十分客气的书信呢 我们佩公哪来的罪 这三罪不单不成立 而且还是大公 卢公不单不能够怪罪我家佩公 还应该秉过怀王 为我家佩公请公才师 哦 向博没词了 不住的点头啊 让张良兄弟你这一说可也是 刘佩公 刘佩公 以上这三条不能算是罪过呀 他确实做得不错 这事我还真的呀 跟鲁公念叨念叨 嘿嘿 老哥哥那就有劳您了 来来来 这是第三杯 来咱们干一杯 好吧 第三杯喝下去了 张良 紧接着又给向博买了一杯 这杯您得喝 哎 我别喝了 怎么 我得走了 三杯酒够了 不行不行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您要是不喝了这杯酒 那我只有把这些话 让他烂在腹内 哎呦 向博义行 那哪行啊 有话说不出来 那多憋屈的 好好好 我把它喝了 一仰头 把这第四杯喝下去了 说吧兄弟 兄长 您是不是西夏有一子叫向东啊 有啊 他多大了 到年十八了 呃 可曾给他说下了七十 订婚了没 没有 我哪顾他上 那好 我今儿可给我职位提个亲 哦 是谁家的姑娘 就是我家佩公的千金小姐 品貌双全呐 啊 今年一十七岁 张明儿个 国家安定之后 万民乐业了 到那时 就给他们完婚 来来来 你们二位把酒杯换来 说着张良站起来 把向博酒杯啊 递给刘邦 把刘邦酒杯给向博了 然后苍狼一下 他把宝剑抽出来 把这二位笑一笑 这是干什么呀 只见张良望前一看身 啪啪 两剑 把刘邦和向博的那一圣筋啊 给搁下来 然后把这一金正一换 这门亲事就算定了 从今天起 也就是说从现在起 哥哥您和我家佩公 就让你亲去了 希望啊 这门亲亲是越走越近 哎哟 说得像博呀 仰天大笑 哎呀兄弟 你真是一片苦心啊 玉兄我 太谢谢你了 好 现在我给佩公敬杯酒吧 喝 三位喝的这热乎啊 这向博也不想走了 哎 张良猛的好像想起个事了 我说哥哥 啊 您知道鲁公什么时候发兵 我听说反正是定羹就集中啊 二羹啊 就离开大营 三羹就到这了 哎哟 现在时候可不早了 您是不是 赶到这集中前 回到大营去啊 能够想方设法 给鲁公解释解释 把我家主公这番意思说一说 把佩公这心意表达表达 你们既然是亲家了吗 是不是 就别让鲁公发兵了 他们呢 也是金兰之好的弟兄 怎么好翻脸动刀枪呢 对对对 贤弟言之有理 那我告辞了 佩公 咱们改日再谈吧 有劳老将军了 没得说没得说 我那马呢 快把老将军拔给签过来 哦 张良亲自 给相伯牵着马 扶相伯上了座气 刘邦领着重将 把这位相伯老将军 给送出营门来了 他呀 他呀 打马杨鞭 回了红艳川 去挡架去了 他走了之后 刘邦长出一口气呀 他一把拉住商量 先生 我多谢你帮忙啊 要不是方才九席案前这番话呀 我刘邦就完了 哎 佩公 这话您说哪儿去了 您既然亲自到韩国把我给借来了 我就应该效劳啊 那自防你看咱下一步棋该怎么个走法 下步棋就睡觉呗 啊 刘邦已经什么睡觉 那睡得着吗 万一项羽要不人马发来 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 古人说阴机外泄者 败呀 就是说你这秘密让人知道了 你就失败了 项羽一点也不糊涂也不傻 他还能发病吗 不会 今天晚上咱们就睡个安稳觉 我可睡不着啊 张良一听好 佩公 您要不睡 那您就在这盯着 我可要休息了 张良回自己大帐去了 回到帐中是倒头便睡啊 第二天天光大亮 他来找刘邦 刘邦眼睛都熬红了 一宿没睡 他把所有的兵将几乎都派出去 而且自己亲自群营料兆 这一夜 刘邦是提心吊战的 恐怕 项羽把人马发刀霸上来 天光大亮了 项羽根本没来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嘿嘿 看来我这亲家 还真起了作用了 项羽起作用了吗 能不起吗 他在刘邦大帐中 喝完酒之后上了马 飘飘 小风这么一吹 像神仙似的 这项羽呀 就回了红雁川了 到了园门这儿这么一看 哟 项羽一露 怎么 园门外 这儿绑着一个人 旁边 站着一个柜子手 怀里抱着大刀 眼看就要动手了 项羽在营门前 一下马 被网这人喊开了 哎呀 老将军 请您 在鲁公面前求求情 饶我一命吧 项羽一看呢 是镇守西营门的那位丁公 哎呦 丁将军 您这怎么了 因为什么鲁公震怒 要杀您 哎 老将军 都是因为你呀 是吗 哎 你走哪儿不行 干嘛走我的西营门 你出大营 根本没有鲁公的将令 你还哭落落 项羽还不知道呢 项羽在大营里边乱了套了 感情项羽是急脾气 说定耕集合呀 他已经点了三次名了 把文武众将全都叫在中军上里 点完名之后就要发兵了 范曾在旁边一看不对 鲁公起来 怎么说将校之中 人来得不起呀 像鱼了 是吗 我手下的众将全都到了 怎么会不急呢 您看缺少谁 中军官回禀 缺少老将军项伯 哦 像羽群那方位 我叔叔上了几岁年纪 可能是睡着了 快取请 边派人去了三次 也没请到这项伯 项伯失踪了 这怎么会呢 这老将军干什么去 大伙全纳闷 范曾有点高级了 我说鲁公 今天这兵不能发握 为什么 不用问 向国老将 已经走漏了消息 嗯 向羽瞪了范曾一眼 心说 这简直是心口开口 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你说别人走漏消息刻意 怎么能说我的叔叔 能把军情泄露出去呢 他不知道 谁是三军的主帅呢 是他侄儿呢 他还能害他侄子 哎 老将军倒不一定害你 恐怕是无意之中 无意之中也不会 那么人上哪去了 嗯 向羽听可说呢 人上哪去了 是不是在营门 在散步去了 谁发现了 老将军从哪里 营门走的 那哪能瞒得住啊 有人就说了 说明明看着 向国老将牵着马 由西营门出去了 当时向羽就火了 立刻 把丁公叫过来问罪 好大胆子呀 我传令你没听到吗 我派四元大将 首次做营门 让你把手吸营门 没有我的将领 特殊将领 不许放任何人 你怎么把老将军放出去 反正 推出去 反正 丁上如山倒就站着 把丁公给推出来 追魂炮已经响了一声了 再有两声了 在丁公就完了 恰巧这时候 向不老将军回来了 丁公向他求饶啊 你给我说说情吧 好 我说将军 你别着急 由我一人承担 你没有什么过错 知道不知道 我是硬闯出去的 我现在就给你去求情 我说 你们都刀下留人啊 告诉那棒套里 就跪了手 我这个情没求起来之前 你们谁也不许再点炮了 更不许中刀 明白了 谁惹得起这位老将 相伯 就奔中军保障来 他一边走这边和解 谁说我去求情倒不难呢 那么元帅要问我 你干嘛去了呢 我怎么说呀 我说我给江良 送信去了 我已经跟刘邦 坐那儿喝了一口了 而且我们还 成了儿女性去 这说不出口啊 哎呀 我得想个主意 想什么主意 我得编一套词啊 把鲁公项羽 给骗过去 哦 叔叔骗子 一样啊 封建官场 不吝这套 感情的骗人 是个本事 哎 有的那下级啊 专门 变着翻边框 骗这上级 要骗不了呢 骗不了没关系 失败乃成功之母 哎 骗不了啊 从头边框 再骗 哎 把你骗的为止 好像这下边 骗上边啊 那是套本事似的 你说也怪 有的那人呢 还就真吃这套 你要跟他实打实的啊 说不定 还需把他惹烦了 所以呢 相伯走这一路啊 就编了一路瞎话 全都想好了 到大帐口 这是暴蒙而进 相伯告进 没人告诉他 所以得报门 这是给他 直尔项羽一个面子 他来到帅岸前 请问元帅 为何无端 要刀斩丁弓呢 项羽瞅了瞅 他叔父相伯 呃 叔父 您到哪里去了 啊 我这个出营去 溜达溜达 溜弯去了 我转了转了 请问 您走的是哪座营门 我走的是 钉弓把手的 西营门 你可曾 给他令线 哎 我没上你这来 我哪来的令线呢 我说我随便出去走走 他也没拦我 其实这事不怨丁弓 主要怨我 我给人家长了麻烦了 无论如何 你得把它放了 这丁弓看冤枉了 哦 原来如此呢 将丁弓推了回来 医生令下 把丁弓给放了 反正一瞧 这事就算完了 有这么办事的吗 路公 您是不是问问老将军 他到哪散步去了 哦 叔叔 您到哪里散步去了 我到坝上 啊 像你听的那耳 俩手一服帅滥 刘邦大营 在坝上铸扎 难道说叔叔父 您上刘邦营中 去了不成 正是 嗨 向伯这后悔啊 怎么 我怎么说了实话了 你看我都编好了 这套下话 他看向羽这么一着急 向伯心想做叔父的 哪有骗侄儿的道理 那不太亏心了吗 那个啊 另外向羽这个人很孝顺 我不应该骗他 哎 这脑子一走私 把实话说出来 就这一句话 是经着了整个的中军保障 大伙全傻了 范曾吵着向伯 心里说向伯呀 你可真够可以的 你怎么能够把鲁公定的这军事秘密 给泄露出去了 这要换了别人 范曾嫂就说话了 他知道向伯和鲁公这关系 他瞅了瞅向伯又看了 一看向羽 心说 你们爷们最好把这话说明白 我看鲁公 我看鲁公你应该怎么做 这时会向羽啊 到冷静下来 哦 叔叔 难道说 您到爸上去 是要把咱今夜的这个行动 说于流斑不成 嗨 向伯连连白手 元帅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 我哪能那么办事 我是去看我朋友去了 您的朋友是什么人 张梁张子房啊 您为什么单单这时候去看他 嘿 你不是已经做好了安排了 说今天晚上就要兵为霸上 说要杀刘邦以及他手下所有的战将士族 一个不留 那其中准包括张梁 哎呀 向羽啊 你不知道 张梁对我有活命之恩哪 我哪能忘了我这朋友 我是去给他送个信 叫他赶快逃离霸上 哎呀 急得范增直跺脚全完了 现在指得再现一记 设白 红门呀 还没理解 还没理解 过吗 还是坚实践 没理解 你再也有什么都没进去 可这边 看看 这边 会 我们 给热 祝 放不过